旅美服装设计师吴继刚又来台湾了 那么第一夫人周美清在国庆典礼上穿的那套洋装 是吴继刚所设计的评价副牌 结果呢被批评说不够大气 吴继刚只低调回应 谢谢周美清的支持 第一次拼头穿着深蓝条纹T恤 配上黑西装 旅美台衣服装设计师吴继刚 回位两年再度返台 这回不是要发表新款服装 而是要到实践大学演讲 不过外界最好奇 今年国庆典礼上 第一夫人周美清穿的黑白印花小洋装 被外界批评不够大气 其实是出自吴继刚设计的评价副牌 面对敏感问题统统不回应 吴继刚就犯模糊焦点 他今年初推出了评价副牌 媒体报道这套黑白洋装 原本预计明年初上市 但是周美清抢身亮相 因为副牌是以印花为主题 低调典雅 美国的第一夫人蜜雪额也超级捧场 主打便宜价格更在美国掀起抢购潮 前三年前的国庆大典 咖啡色典牙礼服也是吴继刚作品 我目前还没有计划 可是我在美国还在发展一下 可能要等一下 等一个时间才会要回来开店 吴继刚返台 他的妈妈和哥哥特别乱接机 吴继刚说特别想念台湾的小吃 还要好好练中文 虽然没有推出新作品 有台美的第一夫人加持 时尚圈当红设计师 一举一动都成为焦点 终于希望黄祖华 黄学 讨论报道